遺产的气功始终都被蒙上一层灵异神怪的面具 不过1987年国科会展开了生物能场的实验之后 却有了惊人的发现 那就是当人入定发工的同时 他们的脑坡会呈现出异于常人的变化 透过科学的精密仪器 数十条的细微线缆将揭开人类练气功之后的明显改变 休息 但也请闭眼 李师傅目前虽然双眼看不到脑坡室里头的人事物 但是在心里默念六字大明咒的同时 他却很清楚地知道屋子里头有哪些人存在 谁在走动 谁坐在位置上看他 他可以透过第六感真实地发觉到 一旦入定之后 人体脑坡当中主管思考的阿法坡 会明显降低 因为这个时候一切的思维都停止了 而这也是练习气功的最高境界 至少练气功有两种状态 一种叫共振 一种叫入定 练气急丹田打通任督二脉的时候呢 阿法坡会大幅增加 那么练入定入境的时候呢 阿法坡会大幅减少 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两种大脑的变化 而这个入定呢 好像是练到比较高端功夫的人 到最后好像都在入定 整个的城市一直陷了 整个让自己处在一个空明的状态 您当时在放空的时候 您的脑筋里面在想的是什么 因为什么 所谓放空就是什么都不能想 对对对 这个是一般人不容易做到的这一点 人一旦到达了放空的境界 就能够轻易地掌控自己 喜怒哀乐都不会改变个人内在的修为 而这也是修炼人追求的最高境界 就是很容易控制自己 控制情绪 控制思维 控制更长远的思维 以及控制眼前的思维 非常容易控制 他妙是妙在这里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意思就是说 相对人的EQ也比较高 对 应该是这样 气功大师说 只要人心念专注 很容易达到心神合一 气也会在一瞬间集中 这也就是为什么教育工作者 经常要学生转型上课 因为只有专注在一件事物上 才有可能心神领会 一心二用在气功学来说 不但一事无成 还有可能会因此走火入魔 因此想修炼气功大法 还是得先从修心开始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来自台湾的特异功能实验 说起台湾的特异功能研究 那就不得不提一提 在这个领域的带头大哥 李四成教授 李教授是台湾半导体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 他之前做过八年国立台湾大学的校长 在台湾科学界可以说是 跟前学生一样得高望重的人物了 据李教授自己说 他从小在西方科学的教育熏陶之下 只相信能在实验室重复检验的现象 对于传统中国文化里面流传下来的各种信仰 他一概视为迷信 那个时候科学是李教授唯一的信仰 而科学这东西 却在某些时刻显得那么不堪一击 1990年 李教授参加台湾国科会主导的一个气功研究计划 当时台湾著名的武术家和气功大师李凤山 是实验指导 李凤山加从他爷爷那一辈 就开始练道家气功 传到他这儿可以说是颇有小成 据说他的两个手掌 可以很自如地发出气 什么气呢 氧气或者是杀气 大家都知道氧气可以让人活命 那这杀气呢 杀人的气吗 好玄啊 这东西存在吗 有多厉害呢 很多人都想测测他的功夫 想看看这杀气是不是像武侠小说中写的那样 有深厚的内功 可以伤人于无形当中 不过现在是文明社会 当然是不能拿活人来做实验的 于是科学家们想了一个办法 他们挑选了一些人类纤维细胞来做实验 这次实验是杨明大学生化系的简禁香教授带头做的 他们把纤维细胞放在了一个试管里 然后清理凤山在距离试管15公分的地方发气 第一组是发氧气 结果表明被发过弓的细胞当中 细胞的DNA合成增加了10%到15% 这意味着细胞们的精力更旺盛了 第二组则是发杀气 结果细胞DNA合成降低了20%以上 也就是说细胞们不那么活跃了 更让人惊讶的是 细胞DNA染色体的长链 居然有部分断裂了 要知道这是细胞在受到核辐射之后 才会出现的现象 大家看到这个实验结果面面相去 人类的身体 这样的肉手 居然可以发出类似核辐射一样的能量 难道这世上真的有这么厉害的内功 那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 他们会不会发出来不好的东西 影响到我们呢 诶 大家也别担心 真正的武术大家 都是有很高的道德修为的 他们是选徒弟的 而且很慎重 基本都是会确保 这个徒弟在练出功夫之后 会用到正道上 所以才会传 否则宁死不传 不过这杀器本身就是危害极大 能用到什么正道上呢 大家可以猜猜看 除暴安良吗 还真的不是 三 二 一 这样大家看完这个实验 就知道答案了 1993年 台湾荣民总医院病毒室的刘武哲主任 邀请李凤山和他的五位徒弟 做一个实验 请他们对于 A型流行性感冒病毒进行发工 于是他们在距离病毒试管20厘米的地方 对着病毒持续发了30分钟的杀器 等发工结束之后 刘主任立即把这种病毒 接种到了人类细胞上 结果发现 病毒的繁殖能力被抑制了 而且传播的可能性也降低了 所以说李先生的杀器 是可以用来清洁空气 抑制病毒传播的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猜对了呢 话说回来 当年李四成教授在看完李先生的杀器实验之后 震惊了 俗话说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让李四成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要是可以伤到微米级别的染色体 那就是得有类似于紫外线这样的射线才可以 可是发出这样的射线 也会让气功师的手掌受伤才对 可是呢 李先生的手掌却是毫发未伤 这杀器里到底含着什么样的物质 难道除了万有引力 电磁力 强作用力 弱作用力 这四大立场之外 还有第五种立场吗 真的有传说中的超自然力量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